《明鏢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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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鏢市場自22年3月創作歷史高位 之後一直下跌 1923年初到現在一直處於較低的水平 低向兩年前的價錢 有不少買家入手前 都問問我們會否是一個入手的好時機 今集ARISTO會在三角方向 為大家分析一下標示低迷原因 順便預測一下入手的好時機 在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ARISTO頻道 定期為大家討論明鏢熱話 有些人買標是為了心討好 有些是為了保值甚至是升值 經過22年暴跌了40%之後 有不少人對於明標作為投資工具失去了信心 這亦都是標示低迷的第一個原因 很多投資者對於投資變得謹慎 雖然價錢回到兩年前的水平 但是四大品牌很多標仍然是超供價 表示其實市場對於明標仍然是很大的信心 只是目前潛在的回報未如理想 所以成交才不像以前 而第二個原因是供過於求 不少品牌例如努力士和AP都增加了工房增產 這個對於標明來說當然是好事 但是當標示下跌的時候 需求減少但是供應增加就會進一步令標價下跌 目前市場上二手錶數量不斷增加 有不少是過往一直持有而近一兩年套現 以上種種令到供過於求價錢下跌 而第三是經濟環境不明朗 根據聯合國發表的 2023年世界經濟形勢與指望報告 指出世界經濟前景暗淡 而且存在不確定性 2023年全球經濟增速預計只有1.9% 在這幾十年來增速最低的年份之一 新冠、俄污、債務收緊、匯率波動 一系列的負面因素 令到發達國家經濟受拖累 經濟環境差影響到市民對車子品的購物異獄 手錶自然受當其衝 不過大家又不用這麼悲觀 明彪作為車子品 升跌很大程度受到經濟影響 聯合國預測2024年全球經濟會因負面因素影響減少 而逐漸好轉 值得注意的是 在過往牛市下 明彪的回報更超越股市 如果你尋求有潛力的明彪款式 歡迎與Aristo聯絡 讓我們為你推介一下 今集的回顧就到此為止 下集再見